好前面几节课呢 我们把放坡的 有维护结构的基坑施工全部讲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看 有维护结构的基坑 它的一个变形 首先来看基坑变形的一些特征 首先是什么 维护结构 顶部的水平位移 那么这是被动区 基坑那叫被动区 基坑那叫主动区 这个主动区主要是水和土的侧压力 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被动区呢 主要是土的侧向抗力 对不对 好那么当我基坑开挖 上前的时候 没有挖多深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设置支撑 是全壁式状态 那么维护结构出现什么 装顶 维护装的装顶 向基坑内的水平位移 在土水侧压力的作用下 向基坑内的水平位移 然后这个位移呢 呈三角状 呈三角状 那么随着基坑的加深 那么刚性装 仍然体现为装顶 向基坑内的水平位移 或者是整个维护装 呈刚性的向基坑内的水平位移 那么如果是柔性的呢 柔性的 柔性的 柔性的维护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增加了内支撑以后 那么 维护装的装顶 可能维持现状不动 或者向外 向基坑外移动 而维护装的肚子中部补出 那么这是这个变形的一个特点 变形的一个特点 但凡是维护结构的 位移变形 均会导致 基坑外围的图体变形地表成降 那么最大的地表成降和图体变形 出现在维护装 边缘部位 当设置了内支撑以后 当然它会向远处逐步延伸 当设置了内支撑以后 维护结构 受到变形受到控制以后 那么这个图体变形地表成降 就会向外延伸到一定距离以后 停止了 就不再开练了 那么这个是维护装的水平位移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维护装的素向变位 素向变位 那么我们在图体里面打了维护装 当然指的是软土 同样的主动区被动区 对不对 那么这个装体呢 在图体里面之所以能够稳定下来 一个是装装反力 第二个是什么 装身和图体之间的摩擦力 好那么这个时候假设 我们把图体开挖了 请问它的摸阻力是不减少了 摸阻力减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装在制动下 如果是软土在制动下 它是不是就会下沉 对不对 下沉 这是一种情况吧 或者我管理下面是空枪也好 或者我做这个维护装的时候 装底的轻扎没有清测底也好 还是下面有什么顶管啊 顿钩啊通过 那么顶管顿钩通过 是不是就是土地被扰动了 留下了空枪啊 底下送 这个装底下比较松敞吧 都会导致下沉 那么 只有成交吗 没有 它有可能会上移 上移 那么上移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是下沉哈 维图装的树向下沉 那么上移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比如说下面有成崖水 或者是什么主动区的软土 由于维护装操入深度不足 主动区软土沉降变形 土地绕行维护装底翻 进入了什么 基坑内 进入了基坑内 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基底的隆起 同步维护装就会上移 同步维护装就会上移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面沉压水 水头释放也会把维护装给顶起来 这个是维护装底的树向变位 树向变位 包括沉降 包括上移 好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基底的隆起 基底的隆起 那么通常维护装 如果操入深度不足 主动区土体 涌入被动区 从而导致基底隆起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缓慢隆起过程 那第二个呢 如果基底存在有沉压水 当我们基坑开挖以后 由于减重的原因 那么沉压水顶板上面的土的压强变小了 那么在沉压水水头的作用下 把底板给顶起来了 沉压水作用 把基底给顶起来了 从而导致的维护装上移 同时基底隆起 基底隆起 那么这个是突然性隆起 突然性隆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坑里面 如果存在有沉压水的时候 我们要做防凸五件算 就是这个原因 防凸五件算 好 那么这个基底隆起 我们是通过尖是什么来看的呢 不是肉眼看的 那么我们还记得没有 刚才在讲深大基坑 是不是有个支撑力柱啊 我们主要是观测 支撑力柱的高层变化 当这个支撑力柱 这是支撑力柱 这是什么 水平支撑 对不对 内支撑 当支撑力柱向上移动 量过大的时候 就会导致什么 内支撑出现变形 从而丧失支撑能力 引起基坑的一个垮塌 好 那么这是基底隆起 基底隆起 基底隆起 那么不管是维护结构的 素向位移 还是水平位移 均会导致土体的变形 土体变形最大量出现在 维护结构边缘部位 然后向远处延伸 当维护结构 增加了内支撑 其变形受到控制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土体的变形地表的成价 会延伸到基坑外一定距离以后 停止 好 那么这个是整个基坑变形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基坑变形特征呢 我们不需要去看文字 我们大体上通过动画演示 大体上理解一下它的原理 发生变形的机理 搞清楚一下就行了 那么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怎么样来控制 防止基坑的变形 那么来看基坑变形的控制 基坑变形 那么刚才讲了 要么就是没加支撑 要么就是维护结构入土深入不土 要么就是支撑和维护结构的干度不够 还有呢就是被动区土体干什么东西 侧向看力过弱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的根据变形的机理 那么我们的基坑变形控制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增加维护结构和支撑的干度 增加它自身的干度 它的变形就小了吧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从来防止主动区土体进入被动区嘛 对不对 还有呢 被动区之所以会变形什么被动区土体 侧向看力过弱 那么干什么 对被动区土体进行加固嘛 基坑底部嘛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在开挖的时候 一个大面积的基坑 我一次全部开挖完 要一个月一层一个月才能挖完 然后才能进行有效支撑 那么基坑处于无支撑状态 时间过长容易变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减小开挖面积嘛 对不对 你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东西 我把你分成多少 三十份 三十天能挖完的一层 我分成三十份 那么相当于每一份 我只需要一天就挖完 挖完了以后 及时的我就可以失作支撑 从而缩短开挖和支撑的交接时间 对不对嘛 减小每次开挖的 开挖维护结构处的土体的尺寸 和开挖支撑的时间 减小开挖支撑时间 那么还有呢 通过调整维护结构的深度 和降水景点的布置 来控制降水 对环境变形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是基坑变形的控制 容易出简单的 那还有一个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到一个基底隆起啊 基底隆起是主动区土体 进入了被动区 还有沉压水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为了防止主动区土体 绕形维护结构进入被动区 怎么办 加深维护结构啊 把维护结构打深一点 让它绕不进来了 第二个是干什么 沉压水的问题啊 基坑内设景点呢 这个是不是可以降低沉压水水头 从而防止基底隆起吗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为了防止基底隆起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及时的对被动区 基坑的底板进行加固吗 被动区加固 或者实时施作 足底沟通的底板 这个都是可以有效防止基坑 基坑底部的一个变形的 提高基坑的稳定性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那么这个是基坑变形的控制 基坑变形的控制 重点在这儿啊 那么在整个基坑施工过程中 出现一些异常情况 我们要及时停止施工 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哪些情况呢 第一个 维护结构变形达到设计的位移限值 或者位移速率 持续增长不收敛 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变形监控量测 是有一个时间位移关系曲线图啊 这是位移嘛 对不对 这是时间嘛 对不对 那么从零点开始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正常情况嘛 这是设计允许变形的一个限制吧 那么按道理说 我们基坑刚开挖完以后 它的变形数率是非常快的 越陡变形数率越快嘛 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的印尼释放 逐步逐步的变形数率越来越低嘛 然后变形量呢 无限接近于什么 设计允许变形量嘛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情况 出现了到达设计限制 甚至于超过 这是一个危险型号 容易塌翻 还有呢 这个变形数率 干什么 持续这样 没有出现收敛 这个叫收敛了 这个叫不收敛 好 那么这个说明基坑危险了 有可能垮塌 赶快赶紧把屏子塌了 采取必要措施数率了 这是第一种 变形监控数据反应 位移达到设计限制 或者是位移速率 持续增长不收敛 第二个呢 维护结构 维护结构的内力超过设计值 或者突然增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基坑做了维护结构 它的受力主要是什么 吐的侧压力嘛 咦 这个侧压力 在用侧力剂反映出来 这个力 很大 突然增大 或者已经超过设计的一个 存在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 这个维护结构 受到的力太大 极有可能会倒塌 对不对 是第二个受力 值过大 或者是突然增大 还有呢 维护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渗漏 甚至于出现了水土流失 或者是管有现象 这个也是危险信号 还有呢 基底出现明显异常 基底的地质条件 发生明显变化 还有呢 维护结构发生异想 那么维护结构如果出现断裂 大量的位移 突然性位移 它里面会发生闷响 如果是断裂 会发生脆响 对不对 啪啪一声 哎 筷子你撇一下 断裂的时候是什么声音 如果当我的维护结构出现 异常响声呢 说明有可能是维护结构 出现了过大的突然位移 或者是里面的受力结构出现断裂 以及如果是半坡开挖 或者是支付结构 出现了施稳增长 比如说半坡边坡已经开裂了 对不对 维护结构 哎 那么变形过大了 这个都是施稳增长 以及周边建筑物 建筑物构建筑物出现过大的变形 或者已然开裂了 那么出现这几种情况 都是属于紧急情况 那么都要启动预案 撤离人员停止施工 采取必要措施 控制失败过大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异常情况下 需要停止开挖的一些情况 这个呢 在理解的基础上给我掌握一下 那么这个是基坑变形的固执里面 的一些基本要求 这个呢 也是历年来参考的 考法 一是直接考书本上的 使劲被的文字 二是什么 结合背景 来叫你分析 好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